你在听的是Only Run Radio 我是Fordy In Nation的保隆sir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敬请留意 一个人物 一个地方 一段故事 组成我们的香港历史 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史学会 跟你 港人 港地 香港地 5月11日 港人 港地 香港地 录音室 有我Billy 有我 Leo 有我Perry 上星期我们谈谈股井的问题 也谈谈经济效益和民物保育之间的问题 本日为何谈谈这个 因为是时事来的 变成了一件 本来上星期我们打算谈五四运动 实际来说我们翻查过一些资料 五四运动这件事发生在中国 但是跟我们香港 在当时来说 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大的举动 虽然国内发生了这么大件事 甚至是有很多罢工罢市的事情 但是相对香港的市面 是相当平静 这件事其实是有点奇怪的 有点奇怪的 在一个历史过程里面 每当大国内里面有一些大的 牵涉到国家民族权利的事情的时候 香港很少没有反应 但是这一次的事件 香港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讲一下 这些当中的事情 在未讲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先要解决一些问题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听众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其实对于那些什么运动 除了奥运会的运动之外 我想那些文化运动 其实很多都是搞不清 就是你有听过那个名字 但实际每一次是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不同 甚至很多时候大家会将它混乱 譬如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文化大革命 等等这些不同的事件 你怎样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炒一叠 以为是相同的都差不多 其实时间差很远 甚至这件事根本是两回 完全是南沿北撤的事 所以我们先说香港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之前 我们先解决两件事 第一 一个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一件事情 的前两后果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四年 和之后的四年 这个阶段 叫做新文化运动 这件事 是两件事 其实两件事 一件事是政治事件 一个是文化事件 两件事 回答了 其实是激化了 新文化运动的趋势 所以 我们当同大家 做一个补习精读班 一个打电话问功课 虽然没有电话响的 但是 都可以讲一下这个问题 起码先搞清楚这两件事 现在考试还考不考的 现在这个 我不知道 因为没有教中学 现在还考不考这些问题 如果有考 这个就很重要了 请教师博 熟不熟 这个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基本上 新文化运动也好 不吃运动也好 基本上中学 今天中三课程会考 你说去到那个 就是我们这样说 去到文贫史来说 变成了一个 一个单元里面的 一个一小撮的事件 去描述 于是乎 很多时候 小孩子在温书的时候 当然是拿起来一起读 为什么会有这个五四运动的出现呢 首先都要说 这个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有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 我们中国很伟大的 成为了一个战政国 那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战政国呢 大家可能以前读书的时候 就说到段祺瑞出兵 好了 段祺瑞 这个当时的 我们叫北京政府 就是北洋军费为重心的 那个北京政府 那时候就派了 的确是派了一些所谓的军队去的 那些军队是什么军队来的呢 就是帮手打这些军队 在世界大战 那班呢 就叫做工兵 工作的工 不是拉战蛇 不是拉战啊 拉弓的那个弓 好了 那派一些工兵去到他们的时候 于是到最后才叫做做什么呢 去到欧洲前场 那就是帮手打一下石仔 搬一下粮米啊 军火啊等等的东西 于是乎呢 就是... 武功也有劳啊 于是就很成功地成为一个战政国了 那成为战政国之后呢 那... 就是... 在国民的眼中 我觉得我们也是成为一个尊身烈强了 对不对 于是希望有些所谓的公平待遇 那什么叫公平待遇 例如说 那当时呢 在这个满清政府时期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山东 那个山东满岛 加速湾那些地方 都是德国人去管理的 嗯 是不是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呢 那德国人就很成功 就被人KO了 是不是 那于是乎呢 那他... 这个... 东方的... 就是... 所谓的中国地区的那些权益 那交给哪个处理呢 按道理... 就是... 打胜仗嘛 是不是 我们中国... 那... 应该就... 所有东方都拿回来啦 是不是 他们要获利回徒嘛 是不是 好 怎么知道 问题又来了 那个山东半岛的权益 竟然呢 不是给中国啊 啊 竟然是给哪个呢 是说要给日本啊 是不是 那于是乎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 在巴黎和会那里 的时候 就是想要求 废除一些所谓的... 就是山东过去的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的时候 就跟列强了 不吵架了 是不是 那... 所以 到最后呢 就促试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你也听过的 就说 阿蕭那... 蕭那班... 那些所谓的... 官员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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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白角策啦 那些... 住所啦 等等的东西 五四运动 这个我们这样去... 龜...龜... 就是这样说的 那... 好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我们叫做 用今天的讲法 我们就会说是... 知识分子这个身份啦 另外呢就... 就是... 始终... 就是那个... 负担责任不是那么重的 很老实的 好了 于是乎就走到那里集会 于是乎就是... 向这个政府表达诉求那样 同时之间各地人民啦 我们讲... 反... 就是... 响应嘛 是不是 所以说到... 声势很大全国的 说这个是全国性的一个... 呃... 行动 反日的 等等 嗯 好了 那问题... 问题又来了 刚才我们讲过 很多时候会将五四运动 和这个新文化运动 混合的 那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呢 阿敦博 这样啦 就是...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先又补充了一点点 阿施博说的那样 就是... 打胜仗 跟着... 德国输了啦 他照道理就应该将他在... 刚才也提到 在... 晚清时期呢 他... 就是威逼之下 割让了出去 或者租借了出去的地方 交州湾 和这个山东半岛的权益 那中国应该拿回来 很合理啊 是不是 那么问题是 当时日本之所以 向... 就是要取代了德国的权益 是因为中国政府 原来已经签了一些物约 签了这个所谓21条 尤其是就是袁世凯 虽然袁世凯在那刻已经死了 但是袁世凯 他就拿了一份的文件 就说是袁世凯拿出来 是他已经同意 所以将来如果德国有什么冬瓜豆腐的时候呢 他的权益就全部移给日本 就作为他当时借贷的一个条件 而这件事呢 就在袁世凯死了之后呢 他也都将他的继承人 就是段祺瑞 他就拿了这份文件 就要求段祺瑞 你前一任呢 就签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你承不承认呢 当时段祺瑞就写了四个字 因言同意嘛 就是同意都不够 还要因言嘛 问题就是当有中国的代表去开和会的时候呢 在巴黎 就是 我们要拿回这个权益 其实原来那个代表都不知道原来有一份这样的东西 就被日本在和会上拿出来的时候呢 就尴尬了 你明白吗 喂 你们老头啊 一早就已经因言同意了 你说什么东西走来来争取 反过来看 其实虽然你派了一些工兵去参战 一国又输了 那就不要理他啊 总而言之你都叫做战胜国 不过老实说 列强从来没有放过你们这帮中国人在眼内 根本就不跟你探讨这些问题 这些东西你有本事 你们就自己在桌下自己谈好它 就不关我们事 那所以因为这件事就在5月4号爆发了出来 就告诉别人听 就是会议失败了 我们中国没办法争取到这个权益 所以才会导致一个这么大的 好像爆炸一声引出来 哇原来北京政府这几个小伙子 博猛的在这里 乱来的 是吧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那些利益集团 而牺牲了国家的权益 所以就引起群众的愤怒 正如C博所说 群众也有很多类的 有师父 有学生 有工人 有学者 为什么永远最爆露的群众 一定是学生行头 你看看搞革命的人一定是年轻的 孙中山搞革命的年代 一定是年轻的 后来那些是因为他年轻已经搞了 就搞了下去而已 对不对 他不是突然间50岁的时候 走出来我现在搞革命了 不是的 为什么呢 永远 其实你还顾的 我们现在全世界都是 逢是有政治运动 而一大堆人走出来的 那些都是年轻人做的 尤其是大学生做的 第一他的知识水平 他的眼界 他是相对远 不敢说他有远见 但是因为他受教育的年代 他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学问 包括了外国的思想 成不成熟是另外一回事 但起码他有这个条件 第二两个 他好像 司伯刚刚说 他没有负担 他又不需要 又不需要 不需要养妻活儿 又不需要供养父母 又不需要搵食 相对他就会轻松一点 还有第三个 始终年少气盛 就是喜欢追求理想 所以这几样东西 或者追求正义 追求正义 没错 你一上班就没得说这件事 老板 尤其是香港人 国内有另一个世界 因为文化不同 所以你看 我们前排看 台湾 占领立法院 学生做的 学生带头的 当年陈水扁 未做总统之前 美丽岛事件 他也是刚刚读完书 出来做了几年律师 他也是年轻的 二十多三十岁的时候 一定是年轻人做的 所以当时也是由学生带起 一带起之后 一个新的中华民国成立几年 老实说对他来说 你这些学生 这个死年轻 走出来在天安门广场 在这儿耳闻耳舞 很正常的 传统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镇压你 就是因为他镇压他 所以出事 因为镇压是什么呢 就换醒到整个中国的 不同的阶层 都觉得你欺负小孩 你不要忘记这件事很重要 我们香港都试过的 学民思潮 开初没有人表达他的 你没有留意 开初是没有人理他的 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支持他 甚至到他在最后要政府撤科的时候 每一晚有12万人 走去围住政府总部 其实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客观的效果 就是除了你支持他的观点之外 你政府有一种感觉出来 就是你给人感觉 你欺负小孩 这一样东西 政府也都要自己去检讨一下 他那个PR 工程 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我们经常都觉得他 就是有时的形象不够 是吧 所以这件事也间接是推高了 那个群众运动的一个高峰 他就是打击他 捉了一些学生进去 于是这个消息 就传到全中国之后 那些工人又罢工 学生又罢货 学者又出来出面 当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就是 北京大学的校长 蔡元培 蔡元培校长 蔡元培校长是什么 全力支持和营救这班学生 那变了当时来说文 以前先说一下 这个很重要 文化界的 逢是老师 画画 报界的人 我们称这些人做文化 我读书的小时候 80年代读书 人家一听说这些是文化界 好像突然间 宿言起劲的眼睛闪光 这个人说话 有知识有文化 我们相信他说 不是现在这样的 你上学 那个学生是伟大的老师 你知道吗 现在是这样的 现在是反过来的 以前不是的 老师就算拿一个藤条 发完你几下也好 回家了 老爸都会说什么 老师打你 当然是你不对 是的 我们仍然是尊师重道 我们觉得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化 有学识的人 现在你发他两下 不要说发他 你大声骂他两下 他都说他 你老师打击个小孩的 什么了子 你现在是打击我们学生的心灵 我现在要投诉你 就是两回事 所以变成了 有一些学者 既然这么出面去支持一帮学生 其实也都将群众运动推高了 于是就形成了这个 就是全国 响应的一个五四运动 那回到下一节 我们讲一下新文化运动 这首是什么歌 《张军灵》 我们讲的是《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是讲一下 《战国时代》 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纽纷 很吸引 那星期多有得听 《逢星期三》 有我锐哥的《战国策》 有人说《港逆四违游》 这不是一个巴士和铁路节目吗 听众们不要搞错 我们会带大家看看 在香港的南边 有哪里有这么漂亮的海鲜 去到北边 原来有这么多的牛杂 原来是这么新鲜的 去到京都 会带大家去看看 有哪里有漂亮的豆腐 而且是很便宜 三百多日圆交易吃过硬 在东京站附近 究竟哪里有最便宜的便宕 让你坐着新干线慢慢享受呢 总之 无论东南西北 香港还是日本 东京还是大阪 我们都会带你去 《港逆四违游》 星期六晚 Only One Radio 我是领兆 我左手是冲上云霄 右手是on call 三十六小时 左脚是亚洲先生 右脚是香港小姐 我是为大家分析电视电影的 白士特影视专门店主持人大蛇 逢星期三上线 回到第二节 《港人港地香港地》 我们刚刚说的是新文化运动 我刚才说过了 新文化运动 即是先说了五四运动 其实我还没说到香港这一部分 我们先说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在一个新的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成立了不久 而在那个年代 因为经过几十年 不要几十年 二十多年的时间的革命 那个运动 即是由保皇 由自己的富强 即所谓富强运动 治强运动 就是洋务运动 去到务术的维生 去到立宪 到最后都是革命 其实中国的政治是变化得很大 而在这个期间 就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有些说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有些要学习西式思想 有些要学习西式的什么 什么民主 精神的政治 那些这样的角度 为何中国那么弱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文化 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西方人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百花真名的年代 所以有一批人就觉得 我们中国之所以这么弱 原因就是我们固守一些传统的旧文化 包括了孔夫子的儒家思想 包括了我们用读书的读古文 一个人说话 你都不能够最直接用最简单的文字 去表达你自己的所思所想 于是他们就提倡 比如说我手就写我口 就提倡一个叫白话文 这些是明显一些的 其实当中里面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两样 一个就是所谓民主与科学 这个就是新文化运动里面 德先生和蔡先生 这个就是由英文语过来 我们中国就是对于科技的探究 没有这个科学的精神 我们也都在政治上 我们没有一种现代民主的精神 所以就令到国家就不强压 简单来说他们就觉得这样 所以在这段时间就提倡很多 我们要学习西方这个精神 所以怎样去具体的引伸 引伸出来就像刚才说了 对于瑜伽思想的一些所谓白古东西 旧式的东西 我们去推翻它 我们不学它 对于文化文学 我们就用白话文 就不要用古文 就引伸了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大概就由1915年开始 若莫啦 1915年开始 就到1923年左右 8年 所以就叫这一段时间叫做新文化运动 对了 那就跟5-4 5-4运动就刚刚好 就踩正在中间 因为政治的外交的失败 就导致那些人对于所谓民主那部分 尤其是在民主那部分 就更加着意了 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落后 为什么我们那个文化有问题 就觉得我们传统文化 是根本back up不到我们现在在新时代里面的一些看法 于是就更加加速了 所谓推翻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些旧文化思想 我们完全不讲古文 我们现在就讲白话文 用白话文教书用白话文讲话 甚至是全盘推翻 在这个时候也都将很多外国的政治思想 就拉进来 其中一个最出名了 就是若摩1919年 这段时间的一些学者 文化人就将共产思想带进来 其实就是在新文化运动这段时期 主力引入了这些 当然不只是他的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 不过当中比较出名的就是共产思想 这个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新文化运动 改变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思想和风潮 有什么补充的两位 那其实都 就是刚才Billy说得都很详细的 都说了就是交代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当时来说就是在那个时间里面 就又引入了很多所谓的文学的 不同的所谓的写作方法 也都有那个就是我们的行文模式改变了 刚才说过了 另外就是那个正式的思想的引入了 共产思想在当时是非常之浓厚的 在当时 那比如陈独秀啊那帮人啊 都是在那时候冒起得很快 那所以 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说 在当时来说的话 就是那个五四个运动 一踩踩界的情况之下 那在全国性来说的话 不是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问题 而是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 就是有一个历史因素下 而爆发出来的一件事 政治事件来的 政治事件 那其实新文化运动 其实我们再撇除一点来说 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运动 因为政治事件是一个单一事件来的 是的 文化的事件就不同了 因为那个政治的问题 而令到它去找一个根源 为什么我们那个政治会是这样的呢 就是我们有些东西的背景不够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民主啊 或者我们没有想过 我们为什么要弱鸡呢 就是我们没有科学 就是这一样东西就会推高我们回头去找 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 或者有没有一样东西 我们出了问题 那我们改吧 那你就要有一个整个理论的 所以那个就叫做新文化 这个就是刚刚刚讲到的 那个互相的影响 所以其实就算你今天看很多时候 我们讲一些所谓反政府组织也好 或者是支持政府组织也好 他们很多时候到最后 他们都找到一个所谓的理论的根据 是的 那于是乎就讲回其实他们的理论 背景是什么 建基于什么 就是所谓主义 所谓主义 主义是从 没错 所以 就是 就是你会看到的 就算你今天看回民主派的 有些就会说回 因为民主的精神不强 所以政府就没有偏颇 就是很多时候就会把一些政治的事件 又推翻下去 可能是跟哪些价值那里有关系 那当然我们尽量都不是说那么多 就是今天政治的事情 好了 那新文化运动 我们又讲过一下 那刚刚可能有些人都会问我们 或者以前的学生都经常问 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来的呢 那我们很快 因为这个其实是很远的事 其实真的很远 文化大革命就是说1966年 你一说1966 跟刚才计算一计算 1919 是吧 就是都差了40多年的事 其实是说1966至1976年 在中国里面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 它名称叫做文化大革命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以文艺的批判 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 就说它有影射 有政治影射的成份 所以就从文化的角度 最初的文化角度 批判这些的剧本是有问题 然后就去扭转一些思想 但是这件事就慢慢扩展成一个很大型的 甚至是全国性的一个政治的斗争运动 其实斗争运动也没理由叫做运动 所以变成了这件事慢慢 你想不到整整整的批判了十年 就是这个政治批判的事件 所以总称它 因为它起源就是由于海瑞罢官的一套剧本 所以由当时叫做文艺文化大革命小组 由那里开始 所以整个历史就称之为文化大革命 因为文化大革命就导致了 现在所谓的新中国 49年之后的中外人民共和国 其实进入了一个最跌宕的一个时期 就是很多事情是停顿了 在整个国家的生产 国家的发展 其实是完全是文化的扭曲 是一个和世界完全是一个断层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因为经过这十年的伤害之后 当1976年是结束了 九月之后 结束之后 所谓的开放改革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经过了十年 就是受过这十年的教训 就知道原来有一些 以前认为很适合 比如计划经济等等 这些观念是那条路不是那么合理 不是那么符合现实 所以开始就慢慢 就是有经过几年的一个恢复 就是社会恢复安定 还有重新去讨论 究竟国家应该向什么方向走 于是就有所谓79年的改革开放 就行一些学习市场经济的一些方法 是逐步来的 不是说一步突然间 先让一小船人富起来 先让一小船人富起来 先做一个示范 所以就选了深圳 其中一个就是深圳特区 所以79年就成为了改革开放的起点 现在79年之后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大家就是承着这个 一直这样下去 所以其实文化大革命 其实跟新文化运动 或者跟五四运动 就真的欠天共地 起码欠了半个世纪 两样东西本身是不连篷 但不过其实它是有共通的地方 都是有一个政治事件 亦都是有一些对于传统观念 或者对于国家发展的观念 重新一个整理 但是这个整理是好不好 只不过每一次的事件不同 主要的运动者都是年轻人 当然啦 当然啦 这个大约这么说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运动者 就不是年轻人 当然他们会到最后 被鼓动 我们就这么说 但是最初对 就是受鼓动的那班人 以年轻的多 比如批判父母 批判司长 很多时候反而是在年轻人那里去训练 所谓红卫兵 红卫兵很多时候就是年轻人 去灌输一个政治的价值给他们 当然啦 七六年之后 政府当时都说了 全盘否定 文化大革命 就是认为那十年所说的东西 里面所提倡的政治观念是不对的 是不适当的 所以才会有改革开放 就是重新走一条新的路线 这个大家若磨知 但是年轻人当然容易受 因为年轻人有激情 有冲动 对于一种学问 他是有一种追求 但是他未必有这么成熟的分析 所以会有这些情况 但是起码来说 我们若磨就知道这两件事 完全是两件事 名字也一样 所以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 其实在近代史上出现了很多次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字眼 很多次在历史上 就是因为几次都叫天安门事件 因为他是在北京做首都 那北京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天安门广场 那里最容易聚集了 一百几十万 几十万人起码没问题 就是说坏一点 你公车上去输的时候 都是天安门 所以几次都叫天安门事件 就是因为这件事在天安门发生 不过我们为了去分辨它 我们就称 这个不叫五四运动 这个是文化大革命 这个叫什么 就是每一次都不同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就约摸了 各位同学生 如果你有听考试的话 你要懂得分辨 文化大革命 和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是完全 那两件事 我认为是完全两件事 后面那两件事有关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是互相关系的 好了 好 大家搞清楚这几件事先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跟香港有什么关系呢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原来在五四运动这个阶段来说 我们香港虽然说全国有罢工 有些事 但是我们看回当时的报纸 或者当时的资料 你发觉 其实是没有什么动静的 香港人没什么怎么动静的 这件事很奇妙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见省港大罢工 或者是那些 我们香港也有很大的反应 一起参与罢工运动 什么相关的事件 大部分国内有事 香港也会有参与 但是为什么 五四运动 这个是第一次 外交的一个 全国性 大家都感受到外交的挫败的时候 我们好像香港没什么反应的 那先买一下关子 广告回来之后 再跟大家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哼 名牌教练 你走错一步棋 我都插到你飞起了 哼 天王巨星 你打击都不起 我都骂到你怕地 冠军大热 你不预期我都不跟你客气 我们继续 迎赞就赞 迎插插 onlyoneradio 全港最抽得发声蓝球杂志 run and dunk 喂 其实我们有什么抽得呢 抽水咯 哦 足球解读 重新出发 onlyoneradio 一触即发 大家好 我是何辟 你听着什么呀 听着广播咯 喂 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和Locky 还有迟些份 和大家一起讲香港吧 好 又回到港人港地 香港地 是没什么 六个设计室里面呢 还有了 还在 那好了 刚才 Tunbot 啦 阿Billy 就说了很多啦 就是跟大家 翻却一下书 那我们 也有提到一个问题 刚才 诶 香港原来没有什么人 就是在那個五四運動裡面出來的 就是沒有那種那麼強烈的感覺 為什麼呢 就是這麼挫敗 整個中國都感受到挫敗 為什麼香港好像沒有什麼反應呢 香港呢 就要說回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在當時的話 英國和日本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有一個英日同盟的關係 我想大家可能 讀西史的人都會知道 正所謂西方就有一個英國 東方就有一個日本 就是大家都是一個雖然是小的賭國 但是同時之間 他們打算都是一個領導者 就是各個一方的一個領導者 那好了 英日同盟的關係 那導致到一個幾樣東西了 在那個所謂的排外也好 反日的示威也好 在當時的五四運動來說 你說有沒有人做呢 你答有還是沒有的問題呢 是有的 但是人數又沒有那麼誇張 多不多呢 就真的不好意思 很少 那麼 那小的情況是怎樣造成的呢 第一件事本身英國政府也會派人去做一個監測 就是看這個運動 本身是否真的搞得起 我們這樣說呢 另一件事就是說 在當時來說的話 在香港人來說 你要搞反日嘛 對不對 反日可以做幾件事而已 向那些日資的公司 丟下東西 是不是 去日本領事館 是不是 要是這樣啦 是不是 那 還有可以向那些什麼東西發洩呢 見到日本人就打啦 是不是 那好啦 在當時來說的話 香港搞不起的原因 就是一來政府本身 它那個 就是對於這個群情的監察 其實做得好 如果以一個統治者的角度來說 沒錯 好啦 另一件事就是說 運動主要爆發的地點 那個重心不會放在香港這個地方 會放在哪裡呢 會放在廣州 那所以就算一班人 我們一起去搞反日 搞抗日遊行示威 於是香港的 就是想去搞的 就會去了廣州 對啦 相對地 就是坐船過去啦 那所以實際上 在這個運動來說 在當時來說 香港來說 是一個很平靜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樣度過啦 就是 今天講法可能 就是外面 就是去政府總部示威 可能小貓三四隻這樣走過去 就是人數不多的 那 另一方面就是說 也都這樣看 在當時來說 香港的知識分子來說 是不是不關注這件事呢 不是 但是相對地來說 是不是真的 鼓動到這麼多的 一些所謂的 中學生啊 那樣的 去出這些這樣的遊行呢 又不是那麼多 就是我們看回歷史的文件也好 或者當時的新聞報紙來說 本身 那... 就是... 在這個... 呃... 當時的舉動來說的話 香港的舉動是什麼呢 它一定要擺起 那個姿態就是說 啊... 本港呢 是一個自由貿易的都市來的而已 開張名義 就跟別人說 就是我們不理你們的那些... 其他國外的政治因素 就撇除得很... 拉得很開的 英國人政府這樣做 另一方面 亦都有一些所謂的... 拘捕的事件出現 就是... 捉捉那些所謂的... 發起人 是不是呢 就捉了那些學生 那所以實際上來說 香港的五四運動 為何鼓動得不強 基於幾個因素 一個是那個本身香港政治的因素 這個文官體的 那另外啦 香港學生... 所謂的知識分子 知識的青年人數又有多少呢 我們都要考慮這些因素 是不是 始終受那個教育 那個內容也都有一些分別 就是說香港的 香港的學生 你想想當時的青年 讀得... 即是入到學校 譬如說精英一點點的學校 黃隱、中央書院 那個國情的培訓 不會太多 還有那個民族情緒的東西不會太多 所以變成... 還有你想想 能夠讀得到那些黃隱、中央書院 那類的那麼高... 即是所謂的精英學校 他本身的家底是什麼呢 他大部分都是政治的... 或是商業的人士 他們都做生意的嘛 有一方面他們本身跟英國政府一定有那個... 有那個密切關係 華人代表嘛 你做得華人代表 甚至是做生意的人 他們都很明白 我們香港人最明白 你... 我這裏賺食的嘛 你搞定了 那怎麼搞啊 怎麼做啊 我們的生意怎麼搞下去啊 所以變成有些東西 你自然就會壓倒 是不是 回家啊 爸爸都叫你 喂兒子不要搞事啊 大哥廣東不喜歡的 你知道嗎 我們這裏賺食的 要搞就上廣州搞 就是這樣啊 你明白嗎 就是我們為什麼... 就是不要搞亂... 對啦 不要搞亂個... 對啦 不要搞亂個派對嘛 這裏最重要就是這個派對嘛 所以變成... 香港為什麼好像毫無動靜呢 當全國都叫罷工的時候 我們沒有動過 沒有什麼怎麼動 或者最多人在報紙上寫一些東西 賦予一下 但是實際來說 在全國來說 是一個相對比較冷靜 或者冷靜的一個場面 這個是... 正如剛才說 有日德的問題 有英日同盟的問題 有我們香港的政治環境的問題 經濟環境的問題 所以這些呢 我們就覺得 五四運動 本身在當時的效果 在香港是不明顯的 但是還有一件很過癮的 五四運動過後之後 這個才是過癮的 國路人馬齊襲香港 接著就各自表述了 什麼叫各自表述呢 晚清為老 連著新文化運動 因為剛才說到 因為有了一個政治事件 而導致到 那些人去追尋 一套治國的理論 政治的理論 問題就是 不同的人 因為香港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他們都可以聚集在那裡 譬如說 支持共產思想 當時共產思想還沒有流行 不過已經引入 引起了一些年輕人去研究的時候 共產思想的興起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看法 晚清為老 有晚清為老的主張 你們搞新文化運動 所以晚清為老來到香港搞瑜伽 那就是搞傳統教育 甚至是搞學海書樓那些 其實也有一個時代影響 還有他們找一班有錢人搞恐勝堂 搞恐勝堂 你看回舊報紙 每年都有大的制恐活動 不要小看 當時恐勝堂能夠坐一千人 以香港當時的環境來講 能夠有一個一千人的會所 是極少的 絕無僅有 除了政府的大會堂 坐不坐到一千人 我都不敢包 但是他當時的恐勝堂禮堂 是能夠坐一千人的 那這個其實是很特色 很特點 就是因為五四運動之後 有人批判傳統的文化 但是最過癮的地方 就是原來在香港這個地方 是能夠聚集那些批判傳統文化的人 有提出新思想的人 有提出新思想的人 有保存傳統文化的人 也都有 這個才是過癮的 所以那些賴濟稀他們 那他們就搞學海思流 告訴你 舊文化是不能夠 舊文化、舊道德 是不能夠被消除它的 甚至我們更加要提倡 所以他們教古文 共產的一樣可以在香港 去宣揚他自己的一套 國民黨的也都有 這個才會形成了後來 就是香港為什麼會在 尤其是在戰後 就是二次大戰之後 不同的人都走來香港的原因 就是香港的地位特殊 他有了五四運動之後的一個經驗 但是原來這裡可以傳播各種的訊息 任何一種的思想文化都可以在香港 各自表述 甚至你看後來四九年之後 宗教的人士 天主教、基督教、佛教 他們在國內因為混亂 所以他們走來香港 以香港做基地 再重新出發 譬如天主教的聖神修院 南華總修院等等 他其實就把國內那種 原先在國內發生的一些 培訓人才或者喉舌的力量 搬來香港 其實五四運動是一種延續 五四運動就是科學與民主的一種探求 這件事本來應該在國內去做的 國內做不到就退來香港做 所以五四運動在當時雖然我們香港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實際來說五四運動以後 香港提出了一個 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是五四運動的精神的延續者 所以你看錢穆先生他們來香港做什麼 那班大學教授 他們來香港辦學校 然後他們提出什麼 我們就是提出復興餘學 把傳統的舊道德舊文化的一種精神價值 帶由在香港這個地方重新去發展 重新去推廣 所以他叫做新亞研究所 那班的原因就是這樣來 所謂國學大師 後來全部都變成國學大師 其實就是說 把那個年代的事情 其實反而在後面發酵 前面他沒事 沒有抗議 反而在後面就各自表述了 把這種精神帶來後面 這個才是他最過癮的地方 Perry有什麼意見 我看到你經常在捉著手機 這個真的不熟 不熟不要緊 不熟不要緊 其實你都會看到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環顧五四運動 在香港來說 沒什麼要怎麼搞 如果相比起來 反而再早前些 可能10年前1908年 所謂的底十日課 那些事件 香港會更加多一點 因為可能跟工人利益 各方面的關係 會比較密切一點 但是去到這個 1919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英國政府的監控 更加做得好的時候 那他們 你始至要搞事嘛 那都唯有去廣州了 就是 當時的交通都很便利 雖然沒有和諧號那些 因為他當時的航運 香港出了廣州的航道 這跟航線有關 那班次比較密 所以都方便了他 去廣州 去支持這個所謂的五四運動 當然我們看就是 五四運動 對比起今天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有學生說 五四運動 對香港來說 有什麼深層的意義呢 或者 如果撇除歷史來說 那 有很多人會有一個混亂 在裡面 比如說五四運動 代表著 經常都說的 通常會跟新文化的運動 搞錯會當 這個代表科學 代表民主 但事實上 五四運動 本身的原意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今天 就是 聽眾也好 或者你聽完之後 跟朋友分享的時候 或者都可以想一想 五四運動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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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 其實是 什麼來的呢 這個值得少試試一下 對 有沒有東西補充一下 總結來說 五四運動 不是 五四運動 或者 新文化運動 就是 我覺得 如果 我記得以前 常常在考試 就會問一個問題 在學校 究竟五四運動 是不是一個成功的運動 就是 我們現在看政府 或者等等 都仍然宣傳五四運動的精神 就叫了五月四日 做青年節 我沒有記錯 是不是叫青年節 沒有記錯 即是說 值得在那天 向學生去提倡 一些五四的精神 但問題 五四精神是什麼呢 固然 學生答錯 就是被人插到暈 如果我們有 看舊報紙 那位女同學 很不幸 其實 如果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五四 這一件事 是一個失敗的事 來的 有些人經常問 五四運動 成不成功 五四運動絕對是一個失敗的事 五四運動 其實說了 愛憎國權 內除國賊 當時的口號 是 國權 我們一直都沒有 即是當時那件事 你沒有爭奪出來 目標 目標你達不到 你依然 拒絕在和約上簽旨 其實證明 你的山東權益 始終都去了日本 我們沒有 在國權上 我們沒有勝利過 國賊也沒有除過 不過 唯一就是 它引申出來的東西 讓大家知道 原來北京政府是不行的 反而 人們倒向支持 南方政府 孫中山 本來孫中山是弱勢的 不過因為這件事之後 反而變成強勢了 因為發覺他們都是不行的 那幫人 都是孫中山那個 比較可靠 看上去五四運動是不成功 究竟新文化運動成不成功呢 新文化運動裡面 提出的精神的重要是 民主與科學 這件事才是我們所說 如果要國家富強 要人民的精神水平 或者教養水平 一直向前發展和提升的話 民主與科學這個觀念 其實它是成功的 當時不成功 但起碼這兩隻字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裡面 如果它真的發展下去的話 其實大家有了這個觀念 在人的心目中裡面 去建立了一個方向 原來我們做每一樣東西 我們每一個學習都應該 是以這兩樣做標準 這件事你可以說它成功的 因為從失敗當中 令到新文化是成功 但當然 你說提倡白話文 提倡廢除古文等等 甚至有些更極端的說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要轉阿丁文 這些就不敢苟同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經過幾十年的經驗 我們都明白其實是錯的 是失敗的 但是 民主與科學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 五四運動 或者是 新文化運動裡面 它的精緒所在 如果我們今天要提倡五四運動的精神的話 我們就應該是拿著這兩樣東西 但是 究竟是怎樣擴展 將來怎樣發展 那就另外有一回事 就要靠學生們 同學們 你們怎樣去理解這兩個詞語 就要靠他們自己去思考 配合自己 可能每個人有不同的經歷 這個自己想多一點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又再講講其他事情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第34屆全港公開排球錦標賽 2014 女D丙總初賽的賽事已經展開 明5月17號的下午2點半 保浪Sir率領的育青 將會在天輝路體育館迎戰小南橋 記得去支持一下寶林Sir和他的育青 至於想知道更多關於排球的資訊 就當然是收聽Molly In Action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的節目內容 和收聽其他節目 可以登上 www.onlyone-radio.com